为什么你和女生聊天总是找不到话题 连打个招呼都要逐自斟酌 而那些受欢迎的男生 却可以同时和几个女生侃侃而谈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你彻底改变现状 让周围的女生都主动向你靠近 甚至喜欢上你的 我将会用案例来教会你们 如何让喜欢女生对你一点点的上瘾 记得点赞收藏 找一条链需要的朋友 那这个兄弟呢 他找到我说 楚二我喜欢一个女生很久了 他是我弟弟的钢瓷老师 我弟弟呢 这个人他比较调皮 静不下心 之前弃走了很多老师 但是他不一样 他不管我弟弟闹得有多厉害 他都很有耐心的教导 突然想到 以后要是能够取到这么一位 温柔贤惠的女生呢 应该会过得很幸福 从那开始 我就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他身上 决定一定要抓到他 正好呢 他快过生日了 我就做好了计划 我在他生日当天呢 特意在他下班路上 找了一百个人帮忙 每个人呢 都送上生日祝福和玫瑰 他当时看起来并不算很开心 还有点懵 当时我就有预感会被拒绝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 当着所有人的面表白了 果然啊 还是被拒绝了 我是能够感受到他的喜欢 但为什么会被拒绝 我是真的很不理解 还请你帮我看看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大兄弟的聊天记录吧 大兄弟说 其实呢 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拒绝我 女生回 我还没有想好 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表白 不就是逼着我答应吗 兄弟回 我没有逼你 我只是太喜欢你了 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半个小时过去了 看女生没有回 兄弟呢 又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回一下我的消息好吗 女生回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 兄弟说 我知道之前是我冲动了 我改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女生回了 不是改不改的问题 我真的很烦你了 你看不出来吗 兄弟说 对不起 之前是我做的太过分了 但是我希望你什么事 都能够直接和我说 不要憋在心里 到时候憋坏身体就不好了 十分钟之后 女生没回 兄弟又说 你不愿意回我消息 我都是能够理解的 而且现在也有点晚了 你先睡吧 我明天再来找你 看完聊天记录的那一刻 我真恨铁不成钢 为什么好好的聊天 能够被聊成这样呢 接触案例之后呢 做的第一件事啊 就是阻止大兄弟 让他不要再给女生 发消息了 并且呢 定制了一整套 完整的提升计划表 让兄弟严格执行 半个月之后呢 兄弟的心态 他有了明显的变化 不再像之前那样 患得患失了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想要健康长久的爱情 还需要一些技巧 这也是渣男能够 符合女孩子芳心的秘密 那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我告诉兄弟 说是时候追悔你的爱情 我让他给女生 发了这么一段话 最近这段时间 我想了很久 态度是不会撒谎的 虽然舍不得 但我知道这样下去也不会有结果的 我们就这样吧 以后少熬夜 晚上不要总是用咖啡提升加班 对身体不好 你这么努力 一定会成功的 祝你前程四季 我们给女生发完这句话之后呢 直接删掉女生 给女生迎面一击 只有这样 女生才会反思 之前是不是大家自己做的太过分了 要知道啊 我们删掉女生并不是为了结束这段关系 而是为了两个人更美好的未来 那到了晚上呢 兄弟很激动的说 女生的好友申请发过来了 女生发来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什么意思 面对我们的后撤 女生急了 我让兄弟回 什么什么意思 女生回了 你是真的想好了 还是在说气坏 如果你是认真思考之后的决定 我尊重你的选择 如果只是一时想要气我 那我觉得 你的喜欢也不过如此 都是骗人的 我们这里直接回 说一次谎 就要用无视个谎来远 我不讨厌生活在谎眼里 如果在你眼里呢 我是这样的人 那就算了吧 我睡了 兄弟们 可以感受一下啊 这句话的情绪 没错 就是和女生发脾气 哎 很多兄弟可能会疑惑了 嗯 被删的是女生 该生气的人也应该是他呀 此时 女生肯定也和你们有同样的疑惑 而这里呢 我们并不是无视生非啊 而是在摆明自己的立场 你可以说兄弟 没有一礼 中途放弃 但是绝对不能质疑 兄弟对女生的感情是否真挚 女生回了 睡了 这里我告诉大家 先不要着一回 让子弹再回一会儿 十分钟之后呢 女生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那就这样吧 之前你对我好 其实我都知道 是我没有回应你 是我不对 因为我也害怕受伤 之前也有人像你一样对我好 但是呢 最后他也伤害我最深 我只是保护自己罢了 既然你已经做好了决定 那我选择尊重 女生此时也开始和兄弟坦露心声 说出了他内心的顾虑 这个就是机会 我们回 上段感情你全心投入 结果重伤 于是 这次恋爱 怕受伤就很保留 上次那个是让你的烂人 得到过最完整的你 而现在这个努力的情人 却要面对一个冷淡的你 我知道 你这个是在保护自己 但如果这是生意 你这个店已经倒闭了 永不再来的恶客 得到了最好的服务 而新门上课 却备受冷落 这店怎么不倒 兄弟们 此时的女生是极为脆弱的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再过多施压 让女生体会到 我们能够感同身受 同时呢 这段话也是在告诉女生 和过去最好的告别 就是勇敢开始新生活 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实话 也是对眼前自己最大的尊重 女生回了 我也很纠结 我害怕这样敏感多疑的我 会耽误你 兄弟们 感受到女生的情绪变化没有 从开始的愤怒 到现在开始弹露心声 为兄弟考虑 这个就是女生一步一步 对兄弟上瘾的表现 那既然这样 我们也要发起总工了 我们说 怕耽误我 怕重蹈覆辙 你怕这怕那 却唯独不怕失去我 就像一辆列车在你面前 列车员问你 姑娘要上车吗 你又问这车去哪 下一站什么时候 车上有没有座位 而火车早就开走了 你就只能等下一辆 可是下一辆来了 你还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等了很久 别人已经周游世界了 你却还是在原地 火车是朝前开的 去哪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窗外的风景 爱情的意义 从来不是权衡利弊 如果不敢开始 那永远都是在原地踏步 俗话说 人如溺水行舟 不进则退 爱情也是一样的 好的爱人 从相识到相爱 始终都是彼此 共同向前的互助者 而爱情的意义 就是在这段路上 一起吹过的风 一起看过的景 还有一起变好的彼此 女生回了 那你还会再删我吗 我们说 会吧 我的意思是 删掉过去的我们 重新开始 后来呢 大兄弟按照我 给他制定的聊天方案 又和女生相处了一段时间 女生对兄弟的态度 一改往前 没过多久呢 去关心在一起 兄弟们 永远不要 掏心掏肺的付出 你要让女生知道 你的付出 它是有底线的 而大多数男生 都意识不到这一点 最终呢 沦为了舔狗和备胎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牺牲 让他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与追女生 相亲 网友们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帮助你 by bwd6